每年有一天 你许下心愿 为未来 为新的人生 为坚持到底的理想 摩根用心 了解心愿背后 都需要财富的支持 每一天灌溉你的投资 期待心愿被实现 投资找对人 直达你心愿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蔡英文共力推荐 中山台东区議員超算 请为一支期 恩庆林 黄庆林 欢迎回来 为什么法说会这么的重要呢 因为法说会是上市柜公司 向外界说明公司营运状况 以及展望的时刻了 如果说外界预期法说会上 将会找出不错的成绩单 那么股价就当然会先行的反应 而从这个星期开始 有很多家的产业大厂商 都准备要召开法说会 到底会不会有法说行情呢 也是备受外界关注 股王大力光股价报喜 占为1600点关卡 股价捍卫科 尾盘出现上工行情也收在了1345元 高价股红光满面 因为超级法说周轰动登场 我认为这是相对比较正面的一个作用 从台积电的法说相关的内容 可以慢慢推导到苹果 大力光 LG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都应该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情况 面对台北股市 产业大厂爆成绩 触碰场TPK22号打先锋 紧接着24号大力光接棒演出 接下来包括日月光 细品连发科 几乎都是苹果供应链 国外法说同样精彩 南韩的LGD23号打投证 接着24号众所瞩目的苹果 脸书高通 25号还有亚马逊以及微软 从这礼拜到月底 各家法说将牵动台股表现 它过去的第二季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一季来讲的话 应该开始进入 它准备要出货的一个过程 预期性的利多是值得留意的 外界预估苹果的第二季财报 可能会优于先前预期 但是因为缺乏新产品助攻 预估财测部分 可能要比上季减少20% 连带让美股跟着脸绿 都值得投资人注意 三胸奎您这边看不到 确实如此了 今天是4月21号 从明天开始就有三家重量级的公司 要举行法售会 明天呢有华雅科 TPK以及2458的一龙店 到了星期四还有中光店 大力光以及台虹了 而事实上呢 是不是因为看好法售行情呢 这个华雅科在今天 已经是攻上了涨停板的价位 建安不要摸鼻子了 直接告诉我们 你有没有比较看好的 好我看好了 除了华雅科以外 当然是大力光 我跟他讲 为什么要讲大力光 我跟他讲 每一次我这个制作单位 把这个题目丢出来的时候 我都习惯跑一个东西 就是让他跑强弱比 那去看一下到底 这些法售会里面 到底哪一档股票 目前看起来是跑第一名的 那我跑出来之后 我给大家看 目前看起来第一名的是谁呢 就是大力光 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张图表吧 好待会我跟大家讲 我就是把所有 刚刚会法售会的股票 把它打到电脑去 然后让电脑去跑 跟大盘的一个强弱比 所以很明显的 目前看起来第一名的 就是黄色这个线条 就是大力光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喜欢讲强势股的原因 因为其实强势股 比较容易做到价差 因为波动度比较大 好 那另外一个我再从 这个是从数字嘛 这个算是一个数学题 算完之后 大力光应该是首选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 能够把那个 那个目标价拉到最高的话是 大合证券 已经看到1995块 现在是1,0006 也就是说大概还有 390 390几点的空间 390几块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就期待 是不是会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 我从另外一个 在上个 应该是上个月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周康 真的有去专访到那个 就是大力光的一个 整个生产的一个背景 其实我们还蛮看好它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件事情 它是做镜头的 镜头模组或是镜头的 那其实现在都已经用到 一千三百万画素 都是一个高阶制程 那你知道 如果假设要做到一千三百万画素的 一些镜头的话 它的公差是很小的 一米米米米很小 非常小 是我们的头发的百分之一 那它到底要怎么做 那专法上有写到 它真的是从最根本去做 怎么说 如果假设它在做那个盖厂房的时候 你知道吗 大力光不是跟政府要地吗 要不到 那为什么它没有那么样的机器 是它在挑地 是真的有去挑过的 就是它地震一定要少 就是就是不能有断层过去的 所以它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找那个土地 一直找不到 那时候就跟政府挨 另外一个 再从那个建厂的一个过程 它在打地基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建厂的时候 这可能大家都比较不知道 可能是每十米 就是每十公尺就建一个梁柱 那你知道大力光它怎么做吗 它是每五公尺就是一个梁柱 所以意思是说防护措施做得很好 对 因为如果假设地震的话 你基本上它的公差会跑掉 而且整个机台的设备的 那个公差都要很小 所以你看它从地基就开始很重视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法术会人家 真的是很看好它的一个影响 那在接下来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不是iPhone Apple概念股 大力光它就是其中的一块 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从基本面也好 或是从数学题也好 或是从那个法人的目标价也好 这是看起来多起来 目前看起来 如果假设真的要去选它的话 大力光真的是首选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我们把那个法术会的 每一间公司给他看过去一下 真的重量级的 目前看起来就是大力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首选大力光的原因 好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啦 就是因为每个details 其实都是非常的注意 所以说建安非常的看好 大力光后续的一个表现了 好 那大力光的股价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就把 K线图打开看 也可以发现 似乎是持续沿着 五日均线在走洋了 那我们来讲一档 在今天创下波段高的就是中光电了 师大哥 中光电其实四月以来 法人买超的张数不少 仅次于华雅科而已 其实也是加码了三万多张 你看好这档个股的理由在哪里 事实上中光电是电子股的传统产业啦 它做这个投影机 做一些背光板 那最主要它的营收很大 它是一家算是中大型的电子股 是稳定度很高 那么最主要是它现在位阶不高 那它跟益隆电一样 就是说刚刚一个中期的底部 刚刚完成起来 那像大力光现在已经站在 比较高 高刚上了 大概三四楼的位置 会 它会到五楼 但是呢 可能不是短线用标的方式 它会缓攻慢慢再走上去 但是因为现在指数已经在九千了 那现在只要一个风吹草动 指数是会有拉回 会回测八千八百点的月线 或者甚至呢 有可能回来八千六百点 所以当指数有一个拉回的危险 或者指数在高档 会有震荡的危险的时候 你就要去选择什么 机器比较低的 股价还不是涨很多的 而且刚刚是底部完成的 之前还没有大涨完一段 然后呢 题材可能第二季又要上来的 像这个中方电影也是一样 它今年的获利可能会 这个比去年前年要好一点 大概回来五块钱 所以现在目前本益比也不算很高 所以像益隆店也是一样 它可能听说很多法人去拜访完的时候说 第二季它的营收开始 会有成长的一个契机 所以基本面再加上技术面 刚刚好现在的位置也不是很高 基本上现在 我说要去做太大幅度的追高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去 像上个礼拜上个月 我们告诉你Apple盖面股可能 还短线刚涨一两天三四天 你还可以去追 那现在我不认为很多股票 已经相对高 可是是不是短线上 虽然是要看保守 中长线就是可以看好的 中长线它就是取责 我一直在强调 中长线买股票的胜负的决战点 就在你进去的那个点 就是说今年年初一样 美国股市拉回 台股连续崩了两三天 你进场 你就是中长线的一个 就是一个赢家了 对你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开始 现在也是一样 短线如果国际利空来拉回 你进场 那可能就是下半年的赢家开始 那看到这几档个股 其实在今天这股价 多半都找出这个 还不错的一个成绩单 唯独一档比较弱势 就是TPK乘宏3673了 如果说我们把这K线图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日K连四黑 中龄 TPK会不会法说会变法会 我的看法应该是不会啦 为什么啊 我看你有点想笑 这个连四黑是在 如果是我来看的话 我认为就是预期之中 very good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先讲TPK好了 TPK它这次长的是一个 就是转机 就是苹果这次要 iPhone 6要出新机 对不对 四点七寸的还是用内签示 何本你不要搞错了 不是说iPhone 6全部都改成 T24全部单丟给他 四点七这个部分 拍谁 一样是内签示的 他吃不到单 是五寸的那一台 因为那个面板 比较变大了 所以呢 内签示量力不太高 所以要改成T24 他是有这个 有这个转机 是转机 他现在炒是转机 而且如果说你看他位置的话 像刚明德哥把大力光 举成那个好像三四楼高 对不对 上车有可能会到五楼 就看到TPK 哇这个是地下室 地下室 这个跌很深 就是他的位阶很低 他现在刚好有个转机 刚好跑上来 他刚好跑上来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到什么 大盘现在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有个新措施 对不对 对 这新措施 因为TPK是上礼拜有在涨嘛 就上礼拜涨完之后 他得休息嘛 你看这个新措施 上面写什么东西 你不能涨太多嘛 就是六日累计 涨幅超过二十五趴 然后超过五十块 基本上就要给你关紧币 就要警示你了 所以他是故意不想要被警示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四根黑黑棒 拿掉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不好意思他要接受他 马上就关紧币了 好不容易从地下一楼拉上来 一点点爬到楼梯 马上被关紧币 所以这个地方就拉起来 然后休息一下 那休息一下 如果说你有把均线打进去的话 你会发觉 这个已经回到时间的位置 所以呢 我个人的话 我会认为说应该是这几天 应该他会再发动另外一波 那另外一波 你也不要想问他会怎么大涨特涨 赶快 你就操看这个东西 还是要把这个规定 把这个规定看进去 因为他很明显就照这个 照这个在做嘛 就是他不要拉 让你超过那个幅度 然后让你被警示 所以呢 所以我认为像 他休息几天之后 应该是 我的看法是 这边你可以找买一点 那买一点 你说这个地方会大涨特涨 也不会啦 就差不多 拉一拉 也差不多这个幅度 这个幅度他就会停了 也就是20%左右 20%左右可能就会休息啦 所以我认为是 就参照 参照这个去做 操作就可以了 其实就差不多三根啦 不要再超过了 对就差不多三根 然后不然就是拉一根 休息一天 拉一根休息一天 认为说TPK因为不想被关 所以在股价的部分 最近稍稍有些调节力道出来 但是还是看好后续的一个走势 认为说休息的真是个好事嘛 那我们再来看到 在4月25号呢 其实就星期五的时候啊 有四大公司要的 举行法说会 那就是包含了 华邦店 瑞宜 日月光以及新唐 这样还是你第一棒 帮我们来挑 现在你比较看好的 好的 我比较看好的是挑瑞宜 但是我还是跟之前的看法是一样 先不要看 就是先不要做他 怎么说 你看好他又不做他 这什么奇怪的道理 对应该是说我挑他 但是不是去做他 就跟之前上个礼拜讲台俊一样 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帮他统计好了 很多人都说法 那个法人去估他 第一季的话 可能会赚到两块钱 但是我的看法 没那么乐观呢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季的话 他的营收是126亿 那你去对照一下 去年的第二季也刚好是126亿 两个营收是刚刚好的 两个都是match的 那如果假设说 毛利率在相同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第二季的话 他才赚了1.6块钱 你也哪有做到2块钱 并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真的是1.6块钱的话 其实他也很拼 如果假设乘一次的话 没有成长的话 大概一个 一年下来才6块多 7块 顶多是7块而已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股价可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你去算一下 往年的本益比 我帮他算过 大概都12倍而已 瑞宇他很奇怪 大家法人给他的一个本益比 就只有12倍 不会超过 所以算是一个就是肌优胜 但是乖乖啊 他不太会动 好 那另外一个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看 刚刚是不是从苹果概念股来看 对不对 从PCB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去看一下 PCB不管是F真顶也好 不管是那个新星电子也好 或者是加联益也好 你去看一下 他的季营收都是年增 年增表示什么 的确真的好像有接到单子 所以才会年增出来 但是你去看瑞宇 他是年减 第一季的话就年减了40% 也就是说 也许 Maybe他真的没有抢到Apple的单 是被那个中光店 掉单了啦 对可能被中光店抢走 或者是可能是四五月以后才会溢注进来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目前为止因为数字还看不到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先不用去看他 除非他数字有出来 有出来的话要来做还来得及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基本面 检视一下再决定到底不要买啦 但是6176的瑞宜 今天如果说就把K线图打开看 也可以发现股价 希望能够挑战前颇高点了 同样的挑战前颇高点的 还包含了231的日月光了 那斯大哥在这个时机点上 这个日月光大牛股你看好吗 日月光是中龄的股票 我在看新唐 新唐好 事实上新唐在最近媒体消息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几乎你如果有在看工商经济 每天几乎这三四天 每天都有消息 苹果日报也是每天都有消息 那么很多消息代表一些事情 就是说第一法人拜访的很勤 第二公司也给资料也给的很勤 那么当然他有新产品要发表 那么包括了这个MCU 感测的极限器 包括了很多法人也说 他第二季的营收可能要成长两成 但是我先跟各位这个消毒 就是说你去看到公司给你说 我第二季要成长两成 但是你要去看他之前讲的 或者第一季的营收 就跟经济一样 经济第一季 他就自节就赚零点八 那就比去年要成长 今年我那个时候再算 第一季是最糟糕的淡季 他都可以赚到八毛钱 全年用这个最糟糕的淡季来算 都可以赚到三块二以上 所以说他就是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吃了定心丸 我今年随便赚都赚超过三块二以上 屁纸眼睛都可以赚钱 所以那个本益比就是大概十倍负减 但是像新唐之后 他说新产品第二季营收 可能会成长两成 这个时候你要去观察 因为他现在到第一季 营收都还没有上来 跟去年差不多 新产品就要看到订单 看到拉货的力量 看到营收成长的幅度 所以我们还是要转线上 虽然新唐的股价上来 但是现在的 涨势还不是说很凌厉 所以说像这种股票 要涨是很凌厉的你可以去追 但涨是不够凌厉 就像建安讲 不够强你就不要去追 慢慢看 他会涨一下 回一下 涨一下回一下 等拉回你再做布局就可以了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 钟玲真不好意思 把你的日月光刚给了师大哥 那日月光你怎么看 日月光不是我的股票 他的高运电是我的股票 其实日月光你可以从台电 这个逻辑来看 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创了一个波乱新高 那创了一个波乱就是因为外资看错 回补台积电所以呢 所以才涨到九千点嘛 如果台积电没有问题的话 那日月光没有问题嘛 不过日月光 公共也知道 这个很大股的 很大股的 投资关不想做 对不对 不想做 做他的供应链 什么供应链 润饼 六零八七 很久没跟他提的 不过呢 不过他之前 从三十几块 日三十大大 然后六十几块 现在拉回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觉 他拉回 如果说你去看投信的话 投信是在有买上去 买上去最近拉回 拉回投信也继续买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基本上 投信现在买一定看过报告 看过公司写过报告 所以涨的时候买上去 跌下来也继续买 表示这个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问题 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 就是拉回找买点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完了 就是投信 比较偏爱的一些个别股 那广告之后带您看 这个散户又爱什么 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来看 全新疏跑再进化 国中人体所需五大电解值 低纳健康由我先发 缩跑缩跑 蔡英文共力推荐 中山大动区議員超算 车为他支持 五庆林 黄庆林 Safe车矿查定过程 公开透明 买车指明Safe认证 对自己才有保障 买卖中古车 最Safe的保证 因为坚持 Safe实现百万人的幸福 游礼活动实施中 宇秀莲 推荐市议员候选人 陈淑华 本位民调 将无意激起 但秀华 但秀华 在英文强力推荐 宗山信义区市议员参选人 许家培 接到电话民调 恳请唯一支持 许家培 蔡英文共力推荐 中山大动区議員超算 车为他支持 五庆林 黄庆林 欢迎回来 刚刚出来的资券变化 那立刻带您来做个掌握 在融资的部分持续的减少 但是可以发现在今天减少的金额 其实也是缩小了 好 在今天 融资是减少了1.64亿元 而目前累积的一个融资余额 是来到了2004亿元 而在融券的部分持续的攀升 目前累积的一个融券张数 来到了21.58万张 在今天是再次增加了1.67万张 而另外呢 带您看到则是融资增加的个别股 有哪些这些是逆势攀升的 第一名可以看到就是3481的群创了 而第二名则是在华建的部分2530 而第三第四则是分别是郁金以及逊州 其实这个融资啊 都是增加了蛮多的 而到5到8名到底有哪些个别股呢 分别是元太 金卫 建准 以及红辉了 好 今天帮我们来看一下 在融资的部分持续的减少 但是到了今天 其实减少的金额也是缩小了 是不是代表说散户其实慢慢的有点知错了 怎么说 其实这个我们散户在做股票的部分 就是用融资在进出比较多嘛 那在做期货的部分就是用小台 我有帮大家算过啦 其实在期货的一个部分 那个散户都是站在放空的一个角度 那相对于我们来看股票的部分 其实也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可能不太看好股票 所以就一直往下减 一直往下减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融资又继续的往下减了1.64亿 表示真的后市有没有 我认为如果就从一支卷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应该还会在涨 因为融资在退嘛 那就很明显的融资在退 好 那如果假设说从这几檔股票里面 在挑的话 我会比较挑习惯的话 喜欢的话就挑三五一四的郁金 而且太阳能族群很强 对 而且这整个太阳能族群里面 就唯独我喜欢他 为什么 其实如果假设可以的话 你可以去看他的技术分析 在上个礼拜五的话 他是一个第一次 第一天的带量先冲出来 那今天的话是第二根 而且他是用锁死涨停的一个状况 而且尾盘的话 将近有一万三千多张是买不到的 那成交量是一万八 一万七万八 所以这一档股票的话 我认为如果假设是融资增加 然后法联市在减少的过程 maybe就是像那个 刚刚钟宁一开始讲的 可能是因为那个主力 背后的主力的话 可能是那个资产不是很多 所以他可能就用融资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假散户就是了 没有错就是打假球 所以如果假设从资券的变化 然后再从技术分析来看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挑的话 maybe 浴金的话 明天融资的部分真的 搞不好我会有价差可以赚 所以说虽然是三大法人 今天同步都站在调节的一方 今天三大法人大概总共调节了 一千一百五十七张的这个浴金 但是呢 这金安就认为说 这背后的融资可能不单纯 没错 同样背后不单纯的 是不是还包含了滑溅 今天同样公众上涨停板 那总理我们也看到融资在今天一口气增加五千多张 但是法人却偷偷的在调节 其实法人只调节一百四八 我认为还好 你认为还好 这是小费斯 基本上它是以一个消息面做激励 我礼拜五有知道这个消息 我有特别去看一下它的股权结构 我有发觉 一样四百站的大股东是拼命的往上买 买很久的 这个差不多买一年多了 一直往上买 然后那个小股东 那个股东人数是往下掉 也就是它的筹码结构 第一个我认为是OK的 就是干净了 那第二个今天报道上是不是有头条在打房 对 比如说十五年不是过 那它怎么还敢涨啊 对 今天二五类股都很惨 就是它涨停板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过龙岩 有啊 有对不对 龙岩 龙岩八二几块 然后股价不用理它 就这么会不会动 就是永远都八二几块 就这么会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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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有一档股票跟它类似的 就是跟它做同样性质的 我相信龙岩是我们台湾殡仗的第一大品牌 那第二大呢 好像有人说什么万安生命了对不对 万安生命基本上它有在卖生人契约哦 但是它没有上这让柜 二五三零的国界基本上就传言说 万安生命现在要入股它 所以入股它 龙岩就八几块 小龙岩 如果它龙岩是八几块的话 那跟它做一样的万安生命 那现在号称小龙岩 那小龙岩到底要多少钱 反正基本上不会算这东西 不知道不知道要怎么算 不知道要怎么算就是 行为再说啦 就先拉再讲啦 而且这部分是怎么样 这部分是自行商在买 礼拜五的时候自行商还刚跳进去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说自行商有听到这个 基本上这都消息面的记忆 如果说有消息面记忆的话 你就观察自行商就好了 因为自行商基本上怎么样 自行商基本上比较知道说 说实在自行商比较跟市场上 也在互通有无啦 他们比较知道说这个 消息有在交流 比如说自行商这地方 礼拜我跳进去 礼拜跳进去 今天又大涨 今天又大涨的话 如果说后面几天有震荡 我认为震荡这个没有破线都OK 如果破线的话 这个地方再设停损出来 就可以了 也就是如果你要操作 这种消息面的股票 我认为消息面的股票 就是以记忆面操作 然后呢 其实就是胆大心细啦 就是你不要说什么我要赚 一定要什么到荣言 什么一半什么不用 就是可能几次涨停板 然后等它涨停打开 可能涨不动 我在那边震荡突然突然就把它除掉 那自行商似乎从马面来看 今天就有一点调节了 那调节应该就是他们出的 148张 所以自行商出的 那这个散户 这个融资 我也知道是哪里来的啦 就是 不放你讲 不 反正我这个融资我知道哪里来 但是就是它短天上有这个消息面 有这个消息面作业就是 所以还是有这个消息面激励它 对就是望爱身边入股它啦 那因为望爱身边入股它 像荣言当时入股大汗的时候 那时候大汗也是十几块啦 就叨叨叨叨叨一百多块 然后现在望爱身边 如果说要入股2530国建的话 国建现在十几块 如果从哪一边 当时荣言的走势 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现在没人要算 没人要算就是 先买这么说 先买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 这些个股就是需要一个消息来激励了嘛 帮我们来挑选一下 把他比较看好的标的 认为持续有上涨空间的 如果有消息面涨的话 那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消息面涨的话 那我告诉你后市还有的涨 那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在看股票的时候 突然莫名其妙有一张股票涨起来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找 问法人啊 问消息问记者 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没有消息它还涨 那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它还会涨 那也就是说像这种消息还没曝光 我们常常在讲利多出镜 那你有消息的会涨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消息会涨 那后面消息还没公布 所以说像见准这样子 它还没有消息 但是现在的股价22块 今天是中段整理完 它之前涨一段 中段整理完 今天是第一根红线拉出来 外资买了 所以连续这几天 都有几百张几百张的一个布局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股票 第一根拉出中长红的 基本上基期低 然后呢股价位阶也低 本益比也不是很高的状况之下 这种股票 那再加上它又是做散热的 那么散热呢在今年大概 Notebook PC都会稳定了会回升一点 那见准今年也应该会摆脱过去 两三年比较低迷的一个出货状况 今年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立即基础点的一个转机的一个开始 所以也可以留意来 那前波高点是不是也有机会突破了 啊... いや... 一旦...